各位兄弟大家好 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传说中的第十节 特殊交易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 这一节的难度非常大 但是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 这一节是大家一定要能啃下来的硬骨头 因为这一节的内容在考试时 所占的分支每年都不会太低 而且在我们综合体里边 第十节一定会有所期限 那么对于第十节来说 我大概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一讲就给大家讲这么一个限段 这个限段有什么好讲的 实际就是后边的这张表格 我大概讲一个小时 只要你把这张表格给我弄得透透的 后边的标题追加投资的会计处理 标题处置的投资的会计处理都没问题 迎刃而解 所以这张表格对应的前面这个限段 我一定让大家弄得透透的 那么既然讲到这儿 就难免涉及到我们第七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影安排 也就是个别财务报本的会计处理 那么在这儿我先说一句话 我们第十节既会讲同控 也会讲非同控 那么对于同控来说 相对来说很简单 他一切强调账面价值 没有极特殊情况 他不会形成商誉 而且同控一切是以账面价值怎么着 为基础 所以他没有什么特别好研究的 我们在这儿主要研究非同控 你只要把非同控的内容弄灰了 同控自然迎刃而解 所以在这儿我讲这个间段 主要是讲非同控 考试是一般考的 也是非同控居多 那么这个线段有什么规矩 听好了 线段的左边这个点 我给你写上两个字叫什么 控制 而线段右边这儿 我给你写上五个字叫丧失控制权 如果这个丧失控制权 我也要写成两个字 实际他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很简单 那么先说控制 对于非同控而言 我达到控制这一天 我们把它俗称为什么 购买日 记住了 购买日只有一个 如果你原来买一点买一点 始终没有达到控制 那么原来的每个日期只能叫交易日 只有达到控制这一天 我们把它称之为购买日 而如果达到控制之后再买一点 也不能再叫购买日 只有达到控制这一天就购买日 那我就要问大家一句话 达到控制这一天 我们先研究一下个别财务报表 对个别财务报表来说 比如说我一次性买80%的股权 这叫一次交换交易形成企业合并 那对非同控而言 我花多少钱记多少钱的长头 这句话您曾经记得吧 非同控一切是以公元价值来计量吗 那大家想一下啊 那我在个别报表上 比如说我花了多少钱 我记多少钱长头 我就会把这长头抓到这张白纸上 对吧 那我抓到白纸上的长头 比如说我花了一千万 我抓到白纸的长头就是一千万 您记得不记得 再讲这一张支出 我就曾经跟你说过 这一千万在白纸上 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啥 叫合并成本 所以说既然它是公允价值 我的合并成本 就跟长头的金额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一次交换交易形成的企业合并 个别报表叫长头 抓到白纸上叫合并成本 那么第二个 还有一种情况是 多次交易分布实现企业的什么 合并 那咱就得研究一下了 这个多次交易 有可能上一次是金融资产 比如说5% 变成了我们所说的成本法 65% 为啥要成本法 您达到控制 是不是后来用成本法呀 那么金融资产的5% 变成成本法的65% 为了给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把这个图再给大家画一遍 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图 记得不记得再讲第七章时 我给你讲过两条线 下边这条线是20% 准确吗 不准 上边这条线是50% 准吗 不准 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 比如说我原来持股5% 我原来持股5% 那我可能不具有控制 也不具有共同控制 也不具有重大影响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什么 三无产品 那三无产品 这5%自然应该是作为金融资产来核算 对吧 对股权而言 我们作为金融资产来核算 一个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个是什么 怪胎 怪胎是什么 其他权与工具投资 不就这两吗 那么假如说我们讲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大家想一想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当时买了5%的股权 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是不是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横杠成本 多少 比如说我花了100万 那么贷方就是我们所说的银行存款多少 100万 这个分路您总该承认吧 好 做完这一笔分路之后 这是第一笔 到了后边 我告诉你 他的公允价值变成了120 那是不是比100涨了20啊 涨20呢 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该怎么了 多了 那就应该是借什么 交易性金融资产横杠什么 公允价价值变动20 能告诉我代方吗 代方应该是我们所说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也是多少 20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这有横杠成本100横杠公允价值变动20 我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 我又买了60% 变成多少 变成65% 我是不是在第七章明确的跟你说过 新买的永远不要跟我贪垮计 对于新买的这60% 我们直接把它视为是长头的成本法 长头的成本法有没有特殊的明细科目 没有 成本法是见钱眼开 比如说我买这60% 假如说我没算 花了3000万 那么代方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银行存款是3000万 我就问你一句话 这3000万是什么 这3000万是我们所说的公允价值 跨界了吗 没有 但是大家注意 您这5%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是不是也不能在金融资产里边待着了 您要改名叫长头的成本法 这时不就跨界了吗 这个跨界了 我告诉你5%这部分的公允价值 假如说是150 咱们是不是讲的基本套路是什么 你先把你手里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给我卖了 可以理解吧 以什么价值卖了 以公允价值卖了 那就应该是借银行存款 公允价值 多出来的 150 这是借方 代方呢 把交易性金融资产给我消掉 那就会出现代交易性金融资产 横杠成本100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20 您告诉我 您赚了多少 赚了30啊 150跟120的差额不是赚了30吗 那么到几出投资收益30 完了吗 没有 您既然把交易性金融资产卖了 您是不是要把他对应的公允价值变动 随意反向 接转啊 这个反向接转就应该是借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您原来在代方反向转到借方吗 多少来着 20 代什么 代方是投资收益20 到现在完了吗 还没完 我实际没收到钱 我实际把这5%从交易性金融资产给他改名叫什么 改名叫长头的成本法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注意 银行存款给他去掉 给他改名叫长头的成本法 成本法又特殊明细吗 没有 那大家想一想 至此 我的长头就全部形成了 我的长头是6% 其中60%这部分长头是3000万 您还记得吧 这是什么价 公允价 而这5%的长头是跨界了 其实我是先卖后买是什么价工允价 是不是我整个65%的长头都是工允价 这俩加完是3150 那大家想一想那大家想一想我从个别报表把这60%的长头3000万抓过来我从个别报表把5%的长头150抓过来是不是这张白纸呢长头是3150 而且俩都是工允价值 是不是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告诉你这张白纸的长头3150就是合并成本 因为合并成本讲究的就是什么价吗 工允价 这就是我给大家举的金融资产跨界 那么在这我想多说一句话不写了 为什么不写因为到现在这个点还有点争议 如果你把原来那5%呀给它指定为怪胎 怪胎是什么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第一笔分录就应该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横杠成本100 带银行存款100 第二笔不涨了20吗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横杠公允价值变动20 带方能写公允价值变动随意吗 不能 要给我写其他综合收益20 另外这3000万这笔分录没问题 这企业银行存款150 带方应该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100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20 如果是怪胎 倒挤出来的是什么 是投资收益吗 不是 怪胎挤出来的是流存收益 这要带盈余公积 30的10% 带利润分贝横杠未分贝利润30的90% 另外要把这儿的其他综合收益反向转到借方 带方也是对应什么 留存收益 严格意义上来说 现在指南没下来 这个怪胎这个账务处理还是有点争议的 所以大家主要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 您就记住因为跨界了 我的个别报表已经反映成功允价值 将来你抓到这张白纸上的就是长头的功允价 就是合并成本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所以说金融资产转成本反 如果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对应的功允价值变动随意 反向转到投资收益里边去 如果是怪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把它反向转到留存收益里边 这是金融资产转成本法 那么咱再说第二个 第二个是我们所说的权益法转成本法 告诉我跨界了吗 没有 既然没有跨界 那么就告诉我四个字暂不处理 什么暂不处理 就是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暂时不用处理 这一块内容我也给大家稍微回忆一下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还是两条线 一个是20% 一个是50% 你如果原来是权益法 比如说共同控制好 重大影响你是百分之三十 我又买了百分之三十五 变成了百分之六十五 我每次都在告诉你 新买的这个百分之三十五 算跨界了吗 不是 他实际新买的百分之三十五 比如说借长期股权投资 我还给你举三千万 贷方银行存款是三千万 这是新买的 我花多少钱 记多钱 长投 这三千万肯定是什么 公允价值 它肯定是公允价值 可是大家想一下 我原来那百分之三十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你琢磨一下 假如说我给你补几个分路 第一个 如果我当时购买这百分之三十的时候 您不是具有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吗 您不是权益法核算吗 您一定要是四个女朋友骑上阵 第一个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投资成本 比如说我花了两千万 那我就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投资成本 两千万 贷方是什么 贷方是银行存款 因为对于我买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这不是叫不形成控股合并形成的长投吗 花多少钱 记多少钱长投 这没问题 对于权益法 第一个女朋友 他要为难你一下 要判断有利和不利差额 假如说我这道题是什么 假如说我这道题是不利差额 那就不挑长投 在我持有的期间 是不是您的二三四个女朋友就开始骑上阵了 我给你假设一下 假如说我把这些分路都做一块 借长期股权投资 比如说随意调整一千万 随意调整的对应科目是谁啊 带方就应该是投资收益什么一千万 我是说假如好几年我累计都做一块啊 那么借方是其他综合收益 比如说二百 那我带方是不是也是其他综合收益二百啊 借方还可能有一个横杠 其他权益变动 比如说是三百 带方是资本攻击什么 三百 这叫什么 这叫长头的账面价值 那我现在就想问大家一下 我新买的35%用公允价毫无疑问 我在这给你标个A可以吧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原来这30%跨界了吗 咱们所说的跨界没跨界 不就指到下边这条线吗 那下边这条线我是往上翻 没跨界呀 没跨界能不能先卖后买 不能 那既然不能先卖后买 可是大家注意 你在权益法的阵营里边已经呆不下去了 因为你又买了35%变成65% 成本法了 怎么着 成本法没有明细 而权益法有明细 那我这时候就把有明细的长头 换成一个没有明细的长头 你承认吧 你看有明细的长头 这四个明细科目都在借方 那我就给你反向写的带方 带长头 投资成本是2000 横杠随意调整是1000 其他综合收益是多少 200 其他权益变动是多少 300 是不是把这四个明细给他灭掉呀 灭掉之后转成一个没有明细的长头 因为我是成本法吗 这不就是原来那30%吗 那大家算一个数 2000加以前3000 3000加500 长头使得3500 您可以告诉我一个事实吗 这3500是什么价值 这3500是公允价 错 这3500是账面价值 为什么是账面价值 这不都是您原来记过账的吗 您只是把有明细的给我换成了没明细的 这时就有一个问题 大家看一下 我65%的长头 其中35%是新买来的 30%是从原来有明细改成没有明细改过来的 咱们抓一下 我把这35%对应的长头3000万抓在这张白纸上 您告诉我它叫什么价值 公允价值 而您把这30%对应的长头 3500抓在这张白纸上 它叫什么价值 账面价值 那3000加3500得6500 这6500叫什么价值 啥价值都不叫 一部分公允价 一部分账面价 是不是你的长头是6500呀 这6500此时你敢不敢跟我说它叫合并成本 不敢 因为他一部分新买的是公允价 而原来的是账面价 所以这6500它是一个中西合并 记得这个词吧 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公允价 那么将来这张白纸上 你可以不可以把6500作为合并成本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合并成本只要求一件事 公允价值 那么除了这个 我再问大家一句话 我对应的代方不是有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吗 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 我用不用反向接转 不用 第一我没卖 第二我没跨界 所以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 暂不处理 回忆起来了吧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权益法的暂不处理 无论是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 我们都不处理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个别报表的账务处理 那我从头再给你捋一下 对于个表来说 一次交换交易直接抓过你的长头 就是公允价值 所以抓过你的长头就是合并成本 而对集中资产转成本法因为跨界了 我抓过去的长头也是公允价值 唯独权益法转成本法 新买的那部分公允价 而我原来的权益法的30%是账面价 中西合并没问题吧 那有人说你给我每一个都复习了 你要告诉我什么 我要告诉你 在控制这天 在购买日这天 我有一项工作要做什么 算商与 我就是这么一项工作 我就是要算商与 商与怎么算 商与就是用合并成本 减去购买日可编任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慢点 不要给我想到懵恨过关 购买日可编任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是什么东西来着 记得不记得底权益那个分路 只要你的资本公积 在他给定的账面基础上加一个评估增值 或者减一个评估减值之后 你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就叫购买日可编任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好理解吧 到份额也就是我乘以持股比例 比如说80% 那么这是我唯一的工作 我要算商与 购买日可编任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可以算出来 在账面基础上 只要资本公积加个评估增值就可以了 份额我是已知的 你没发现吗 您现在算商与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合并成本 而合并成本 我必须告诉您四格子 公允价值 就这么四格子 可是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次交换交易形成的合并 您从作别把我抓过来的这个长头 放在白纸上 本来就是公允价 我既可以说这个数是长头的金额 也可以说这个数是合并成本 你承认吧 好 而对于金融资产转成本法 因为你5%在个别报表跨界了 你给我先卖后买了 5%的长头是公允价 60%新买的也是公允价 我这么一抓抓过来的65%的长头也是公允价 这65%对应的金额既可以说是长头的金额 也可以说是合并成本 这么说没问题吧 这是第二个 唯独它特殊 它是什么 它是权益法 大家注意权益法 因为原来那30%没有跨界 你只是把30%有明细的换成了30%没有明细的 如果您把这30%给我抓在白纸上 你只抓过了一个账面价值 而你新买的35%抓过来的是公允价值 按照我们刚才那个一个是3000一个3500 这6500你敢不敢叫合并成本 不敢 我要的是公允价值 而你权益法转成本法抓过来的是一个中西合并 那咱就研究一下这中西合并 这个中西合并实际上大家想一想 在你个别报表里边 你并没有怎么着视同为跨界 没问题吧 你并没有视同为跨界 那就意味着你个别报表 你的长头账面价值不是3500吗 我就把3500的长头抓在这张白纸上 新买的不是公允价把这3000抓过来 那另外大家琢磨一下是不是在你个别报表你平时记账的时 因为没有跨界你的其他中和收益并没有反向接转 你的资本攻击并没有反向接转 我是不是应该把其他中和收益和资本攻击也要给他抓在这张白纸上 抓完之后我不甘心 为什么这张白纸上我要反映的长头应该全部是公允价值 那既然全部是公允价值 可是我原来的30%对应的350账面价值 那怎么办 折腾呗 在这张白纸上我把你从这抓过来的账面价值3500给你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一下 啥叫重新计量重新计量很简单 您现在抓过来的账面价值不是3500吗 我先认为在这张白纸上我说的够清楚吧 在这张白纸上你先给我把账面价值3500的长头给我卖了 比如说 你贷长期股权投资3500是原来的30%账面价值是3500 那么先给他卖了 卖了怎么着 以什么价卖 以公允价卖 公允价我告诉你这30%的长头呀 他的公允价假如说是4000 3500的东西我卖了4000我赚多少 我赚500所以投资收益就会有一个500 可是我没得到钱 我换了另外一项新的资产 所以这会有一个借长期股权投资 你发现一件事了吗 就在这张白纸上我带了一个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3500 本来该写借银行存款4000公允价值 但是没有收到钱换成长头 报给投资收益 是不是在这张白纸上我相当于把原来30%那长头给卖了 那大家想一想您跟随30%的长头抓过来的还有其他中方收益 还有资本公积 既然你把长头给卖了 是不是要把对应的其他中方收益就在这张白纸上转到投资收益里边去 借其他中方收益带投资收益 是不是要把抓过来的资本公积反向转到投资收益里边去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在你的账上30%的长头对应的金额是多少 还是账面价值3500 其他中方收益在吗 在资本公积在吗 在 但是在这张白纸上还有资本公积吗 反向接转了 还有其他中方收益吗 反向接转了 长期股权投资中3500变到4000 慢点 您的长期股权投资这30%的公允价不是4000吗 而您新买的那个公允价比如说是3000 是不是4000是公允价 3000是公允价 我加起来7000也是公允价 这7000的公允价才能叫什么 合并成本 所以大家注意在你算商誉的时候唯一需要重新计量的是什么 原来权益法核算的这部分我要重新计量 不是改人家的账 不是改人家的报表 是在这张大白纸上 我给你折腾成公允价 我的目的就是后来的是公允价 这个30%也要折腾成公允价 两个公允价之和才能算合并成本 有了合并成本才能算什么 商誉 没了 所以大家记住在购买日 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算商誉 而要算商誉 我就要用合并成本减去购买日的份额 购买日的份额都是已知的 唯独合并成本确定不了 您从个别报表抓过去的 如果本来就是公允价 它就是合并成本 唯独您个别报表是权益法转成本法 权益法的那部分抓过去是账面价 我要重新计量 在哪计量 在这张白纸上计量 把长头先卖 后买差额几投资收益 长头没有了 对应的其他中卧收益反向接转 对应的资本攻击反向接转 账上依然是多少 依然是30%的账面价 账上依然有其他中卧收益 依然有资本攻击 这个大家千万别糊涂 我现在说是白纸上 我要这么算 算完这个商誉 你底全意识 借房不就会有个商誉吗 那个金额就是这么算出来的 你看后边有猴吗 没了 所以购买日 我只做一件事 那等于现段的起点 我给大家说完了 现段的终点 终点我们把它叫做丧失控制权 俗称两个字丧控 记住 丧控 我不是做一件事 丧控 我是要做两项工作 一共做两项工作 这两项工作 我一会再说 这两项工作指的是在这张白纸上 我要做两项工作 我们先看一下个别财务报表 个别财务报表 所谓的丧控 就是我把我手的80%股权夸大全都卖了 这叫三控吧 那要全都卖了 在你个别报表上 不就是借银行存款 带全部的长期股权投资 到底投资收益吗 没了 但是我现在要想的是什么 卖一部分 那要卖一部分 就有可能从成本法变到什么 金融资产 为了给大家好理解 我依然在这给大家画一个图 比如说我还是这两条线 20%跟50% 假如说我原来持股65% 我一下卖了60%之后 变成了百分之几啊 5 您能告诉我一件事吗 原来达到控制这65% 应该叫什么法来着 成本法 应该叫成本法 成本法有特殊的明细科目吗 没有 成本法唯一的特点是四个字 见钱眼开 首先我卖了这60% 不要给我纠结 他并没有跨界 借银行存款 这是卖了的60% 贷长期股权投资 把这60%的账面价值消掉 到底什么 投资收益 这是60% 那么还剩5% 还能待在成本法的阵营吗 不能 这5%要归到金融资产 你从上往下这么一穿 不正好越过这条线吗 咋了 跨界了 跨界当始终是在说 先卖后买 以什么价值卖呀 假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公允价肯定是以公允价值来卖 借银行存款公允价 那带什么 贷方把这5%的长头给他消掉 到底谁呀 投资收益 可是我实际收到钱了 没有 我并没有收到钱 我的银行存款这并不应该是增加的 那么因为改成5%集中资产 我这是不是应该叫交易性集中资产 或者是怪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但是因为那个怪胎还是略有争议 我还是以交易性集中资产为例 您能告诉我一件事吗 这个交易性集中资产是什么价 公允价 还有别的吗 那有人说把特殊的科目反向接转 成本法有特殊的对应科目吗 一个都没有 做完这俩就完了 所以交易性集中资产本身这儿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价值 公允价 好了 成本法65%转成金融资产 这个金融资产这5%这儿是公允价 说清楚了吧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成本法65%变成权益法的30% 我也给你稍微说一下 这还没讲 如果65%卖了35%变成30% 这不是成本法转权益法吗 先说你卖了那35% 那35%我们做的是借银行存款 带方长期股权股权投资有明细吗 原来是成本法没有特殊的明细 到几投资收益 这部分就算完了 然后大家注意剩下的30% 是不是你账上原来是65% 然后你卖了35% 剩下的30% 依然是账面价值啊 那么它依然是账面价值 这个账面价值到此结束了吗 没有 我给大家再讲第七章 是我明确说过 三种增资 三种减资 唯一需要追溯调整的是成本法 转权益法 这要进行追溯什么 调整 视同为从你一开始就取得30%的股权 我要进行权益法的追溯调整 但是很不幸的我告诉你一件事 不论你如何进行追溯调整 您得到调整后的金额 依然摆脱不了账面价值的命运 也就是说将来你追溯调整后的金额 这30%依然是我们所说的账面什么价值 说完了吧 而且在这补一句 成本法核算不涉及到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计 因为他没有特殊的对应科目 这是个别财务报本 下边咱说合并财务报本 站在合并财务报本的角度 我一共有两项工作要做 在左边 线段的左边 是不是只有一项工作算商誉 我强调公认价值 而站在合并财务报本的角度来说 我有两项工作要做 哪两项 第一项 剩余股权部分 按照丧空日的公认价值重新计量 您就在今天卖的股权 就在今天丧失控制权 就拿今天的公认价值给我重新计量 那大家想一想 我要全卖了 没有剩余股权 也谈不到重新计量 所以我们在这没说 我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一个是剩余5% 那是我们的集中资产 前边跟你讲半天了 这5%的集中资产是什么价值 公认价 你要的是公认价 我今天就是公认价 这个集中资产的5% 还用不用重新计量 不用了 肯定不用重新计量了 那么第二个 您从成本法转权一发 您还光明正大的给我追溯调整了 但您追溯调整之后 您得到的依然是账面价 可是大家想一想 我是从65% 卖了35% 还剩30% 但您别忘了 在今天丧控之前 我一直持有65%的股份 至少之前 我应该编合并报表吧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大白纸打交道 那么如果是金融资产的5% 你抓过去直接是公认价 这就是剩余股 去按公认价值几粮 我还用条吗 不用了 可是大家想一想 我如果在个别报表上有权益法 30% 我是不是即使追溯调整后 我得到的依然是账面价值啊 那要是账面价值 你往这张大白纸上一抓 是不是抓过来的也是一个账面价值 可是我要的是什么价值 我要的是公认价值 那你抓过来的这30%要是账面价值 蒙到能蒙出来 是不是要在白纸上折腾一下啊 先卖 后买 消掉你这30%长头的账面价 生成30%长头的供应价 到底投资收益 那这是你琢磨一件事啊 你看如果原来剩下的是金融资产 5%因为跨界了 先卖后买 而这30%虽然没有跨界 在个别报表 但是在这张白纸上 我要按丧空日的供应价值重新计量 是先卖后买 是不是就意味着什么 我抓过来的5% 跟我抓过来的30% 都应该反映成供应价呀 因为这5%的个别报表 先卖后买已经跨界了 抓过来是供应价 而30%抓过是账面价值 我还要在白纸上折腾一下 所以丧空日的供应价值重新计量 只涉及到哪部分 您不是强调剩余股权部分吗 只涉及到权益法这部分 你没发现吗 形成控制 你原来权益法这部分要重新计量 丧空的时候 你剩余的这部分 要是权益法也要给我什么 重新什么计量 所以大家记住 在这张白纸上折腾的永远是什么 权益法 你形成控制时折腾原来的权益法 你丧失控制折腾剩余的权益法 反正我要重新计量 这是第一个 放空日的供应价值重新计量 我还是那句话 原来是金融资产的个别报表已经折腾过了 合并报表不用再折腾 权益法个别报表没折腾 合并报表再给我折腾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还要确认 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的什么投资收益 我再说一遍 站在我这张大白纸的角度 记住了 我有资格算这张白纸 也就是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 只有一次机会 哪次 丧失控制权 我不论你卖了丧失控制权 还有没有股权 我就把这张白纸给他算一次合并投资收益 哪怕你往后还有30%的股权 还有5%的股权 你还能形成控制吗 形成不了了 再也不可能跟这张白纸打交道了 往后不用算投资收益 那么全卖了 更跟这张白纸打不了交道了 所以我有机会算这张白纸的投资收益 只有一次就是丧失控制权 那我卖了多少钱 我知道 但我得知道 这张白纸上边这个股权值多少钱 我用我卖的钱跟你股权的值多少钱 比如说你股权值三千 我卖了五千 那不就赚了两千吗 那这时候 我就应该先算出这张白纸的股权值多少钱 慢点 这个股权值多少钱 在控制那天 这个股权值多少钱就已经定了 值多少钱 购买日可边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往前翻一下 也就是说 在你控制这个点 不叫购买日吗 我如果问你控制这个点 这张大白纸 认为股权值多少钱 就是购买日可边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只要你资本公积加了一个评估增值 就能形成购买日可边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问你的是丧失控制权这个点 这个股权值多少钱 很简单呀 老掉牙一个套路 我们用的就是自购买日开始 持续计算的可边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这句话怎这么耳熟呀 咱们算过 自购买日开始 持续计算的可边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咋算来着 他给定的账面 所有权益 记得不记得 有两个项目不能用 一个是什么 资本公积 谁造的孽评估增值 一个是什么 未分配利润 因为评估增值 我要算调整后的净利润 用净资产 然后加上什么 加上我们调整后的净利润 减分红 就能得到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边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那就意味着 往后在任何一个点 你问我这张白纸上承认的股权价值是多少 就是持续计算的这个金额 那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往下说了 对于这个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 大家想一下 比如说我65%卖了60% 这60%实实在在卖了 我一定能收到钱 或者我卖了35% 这个处置股权 我一定能收到钱 没问题吧 好 这部分件 有人说为什么要加上剩余股权的供允价值 慢点 首先如果你是成本法转金融资产 您的金融资产是不是在个别报表 您视为跨界了 你要视为跨界了 那不就是先卖后买 您刚才说啥 先卖后买 既然卖了 这5%本来应该是我收到的钱 所以加上剩余股权的供允价值 那有人说第一个免签星 第二个总没卖吧 65%变到30% 你是不是卖了35%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 这个数能知道呀 可是大家想一下 您的30%在个别报表上 是不是账面价值啊 您的30%抓到我这张白纸上 是不是账面价值啊 但是我跟你明确说过 您的剩余股权这部分 按丧空日的供允价值重新计量 你说啥 这不是重新计量吗 重新计量是不是在这张白纸上 你带了一个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借方生成一个新的长期股权投资 供允价值倒计投资收益 您等于是在什么 先卖后买 金融资产是在个别报表跨界了先卖后面 权益法是在这张大白纸上重新计量的时 视为先卖后买 一部分真的卖了 一部分先卖后买不等于你所有的65%的股权不等于都卖了吗 那么等于两部分之和 减去什么 跟谁比啊 跟这股权的价值去比啊 股权的价值是什么 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允价值 你卖了多少全卖了全是多少 你原来持股6% 这就应该给我乘以原来总的持股比例 绝对不是乘以你卖了那比例 你真的卖了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个别报表跨界了先卖后买 另外一部分合并报表重新计量先卖后买 不就等于65%真的卖了吗 所以用两部分价值 一部分真的收到的钱 一部分假装卖了收到的供允价值 两部分钱之和减什么 减去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允价值 乘以总的持股比例65% 算到这就能算出合表层面的投资收益吗 不能 您记得不记得 您在控制这个点形成商欲 您现在都丧失控制权 您有何脸面给我说商欲 商欲一定是在控制时形成的 丧控时要终止确认 这要把所有的商欲给我全额减掉 那有人可能有疑惑 说老师我这还有5%的股权呢 我这还有30%的股权 你又糊涂了 但这张白纸上是不是一部分真的卖了 一部分跨界先卖后买 等于是你把所有的股权全卖了 哪怕你手里还有剩余的股权 那是个别报表那样认为 我合并报表 我已经认为全都卖了 这不能给我乘以比例 要把所有的商欲一次性的给我剪掉 剪完之后我要问你一句话 大家看一下这 站在这张白纸的角度 这是我最后一次编合并报表 虽然很凄凉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吧 因为从这一天往后 我的持股比例只剩5%了 我的持股比例只剩30%了 不再达到控制 是不是这一天是我最后一次跟大白纸打交调 那这时候我就要看一下这张大白纸生 还有没有跟这65%有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还有没有跟这65%全部股权有关的资本攻击 有怎么办 灭了呗 反向转到投资收益里边去 所以说要把65%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65%股权对应的其他权益变度 给它反向转到投资收益里边去 当然这持股比例是65% 这是合表层面的投资收益 那大家注意我刚才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把其他综合收益资本攻击反向转到投资收益 今年多了一句话 多哪句话 您的其他综合收益一定可以转损益 如果您这张大白纸上的其他综合收益 是由于怪胎 其他卷以工具投资而引起的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不能转投资收益 只能给我转留存收益 所以在这我不得不说一句话 大部分跟这65%股权有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啊 都在丧控时转投资收益 但是有两类特殊的不能转投资收益 第一个 如果是因为被投资单位重新计量设定收益计划 净负债净资产 变动我而引起的我的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您是不能转损益的 我的其他综合收益 按份额确认的 我也不能转损益 第二 今年第十四章不是新增的一个内容吗 如果您作为被投资栽位 您是以公允价值 几两 且其变动技术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权益性投资 那不就等于怪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吗 如果您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将来您只能转留存收益 不能转损益 那我根据您的金额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份额 我也不能转损益 将来算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 把这两部分其他综合收益千万不要给我考虑 这两部分是走权益而不能转损益 个别报表合并报表一样 所以我今天在这特意给大家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么也就说到这为止 你看后边是正式的那种已经完了 但是这个线段我还差两句话没说 哪两句话 先看第一句 左边叫控制 控制我唯一的工作是要算商誉 而要算商誉 我唯一要知道的是合并成本 也就是什么价值 公允价值 如果你不是公允价值 只有权益法那部分涉及到在白纸上重新计量 是这么说的吧 好 那我要算商誉 而在丧失控制权这个点 我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按照丧空日的公允价值对剩余的部分重新计量 您要是金融资产 您给我已经跨界了先卖后卖 我抓过来就是重新计量过的 不用再额外重新计量 而如果您是权益法我抓过来是追溯后的账面价值 我要重新计量 当于两部分都卖了 还要确认合表层面的什么 投资收益 所以需要重新计量的还只是什么法呀 权益法 大家想一想我商誉是在形成控制时形成的 我商誉是在丧失控制权中止权认的那中间呢 如果我已经形成控制 我再买一点股权 我能不能算商誉 不能 你这一辈子有资格算商誉的只有一个点 购买日 那有人说如果购买日是一月一日 我在三月一日又买了百分之一的股权 能不能算商誉 不能 但是我得考虑我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 比如说我花了一百万买了百分之一 我们在这张大白纸上要做一件事 做什么 就是用这一百万跟谁去比 跟百分之一去比 谁多百分之一 不是说了吗 大白纸承认的就是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编认净资产的供应价值 我就从购买日持续计算到我又买百分之一这一天 它的持续计算净资产的供应价值 比如说啊 比如说是一千万 那我花一百万买了个一千万的百分之一 等于我吃亏了九十万对吧 吃亏的九十万能确认商誉吗 不能 您能确认商誉的点只有左边这个点 购买日控制这个点 那这九十万怎么反应 记住了 在您控制之后 如果你买一点股权 无论您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 只能给我走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有可能是增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有可能是减 你吃亏了肯定是减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那如果是增就无所谓了 那要减可能就不够正义说 那不够呢 不够我们调整留存什么收益 这就是在你达到控制的时候 如果你又买一点股权 你用花的钱减去这一天自购买日 开始持续计算的可变成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所以你买的这个百分之一的这个比例 然后可能增加一价 可能充减一价 吃亏了充减一价 那么然后占便了增加一价 如果充减一价不够的充减留存收益 不要再跟我谈商与 商与只有在购买日算一次 那当然还有一次 如果我在8月1日我卖了2%的股权 能不能在这张白纸上确认投资收益 不能 白纸上确认的投资收益 只有在丧空日这一天 只能确认一次 那有人说 可是我确实卖了2%的股权呀 那我是不是得考虑赚还是赔了 没问题 你可以考虑赚赔了 比如说你卖这2%的股权卖了150万 那么我们也是用150万减去 减去谁啊 还是减去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 可变成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乘以2% 比如说你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 比如说是1000万 那1000万乘以2%那不就20吗 20的股权我卖了150 不就等于是什么 我赚了130吗 赚130那就是增加一价130 如果赔了呢 冲一价不够的冲留存收益 你发现了吗 从你形成控制 这一点算完商欲 然后到你丧失控制权 这个点算合表层面的投资收益之外 中间的任何一个点 不论你买一点股权 还是卖一点股权 不要跟我谈商欲 不要跟我谈投资收益 买一点股权 买赚了买赔了 走的是溢价和留存收益 卖点股权 卖赚了 卖赔了 也跟我走的是留存收益 说的天花乱坠 是在哪 是在这张白纸上 我们走留存收益 那我就想再问大家一下 那有人说老师不对 买一点股权 我好理解 那要卖一点股权 比如说我卖了2% 我在个别报表上 我是不是要做借银行存款啊 待长期股权投资2%的到底投资收益啊 你总拦不住我个别报表要做这笔分路吧 是不是这2%对应的投资收益 我把这张白纸上一抓 不就等于抓过来一个投资收益吗 可是你又跟我说 这张白纸上不能走投资收益 怎么办 别着急 这张白纸只要你没有丧控 它是不确认投资收益的 即使你从个别报表抓过来投资收益 然后他边调整分路 边抵消分路 就类似于化工大法 把你抓过来的投资收益 劈了啪啦劈了啪啦 就给你化没了 这张白纸最后的投资收益 只要没丧控 不论你卖了多少 不论你从个别报表抓过的多少 永远都得零 这就是我们这张白纸的特殊之处 只有在丧控 给我说合表层面的投资收益 没丧控 哪怕你卖一点 从个别报表抓过来投资收益 反正我最后用化工大法 我要给你化没了 合表层面的投资收益 在没丧控的时候 永远是零 合表层面的商欲 只有在购买日会形成 丧控的时 全部终止确认 剩下的我们都不进行处理 这就是买一点股权 卖一点股权 给个专业名词 买一点股权 叫购买此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你个别报表正常确认为长头 合并报表 我只考虑赚还是赔 而卖一点股权 丧控了吗 没有 在丧控之前都没丧过 那叫不丧失控制权 处置此公司的股权 差额走溢价走 留存收益 到现在为止 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给大家把线段讲完了 把这个表格讲完了 值 为什么值 因为等你讲到后边内容时 你会发现 有了这个线段 你脑海里边特别清楚 个别报表怎么处理 合并报表怎么处理 很容易就会区分开 这就是这一讲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谢谢大家